2018年2月27号百歌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第一则评论是来自新州日报 题目是拉郭鹤年下水 大马首富郭鹤年被指资助行动党推翻巫统 对此新州日报风起播声之乱作者林瑞源认为 这项最新的指控或许能够巩固乡区的基本盘 但也是双刃剑 将影响国阵滑稽政党争取华裔选票的努力 因为郭鹤年受到华舍的尊重 作者指出以郭鹤年低调远离政治的作风 应该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意图推翻巫统 如果资助是为在新政府上台后取得回报 以他的财力还需要这么做吗 炒作这个课题能否帮助巫统争取到更多马来票 也让人怀疑因为马来人已经分裂 郭鹤年是世界级企业家 事情闹大了不利于国家招资 也影响政府立法遏制假新闻的公信力 作者认为要争取华人票专注于中国牌就好了 节外生枝反而坏了马华的计划 大选就要来了阴谋论的出现 反映国阵内部舆论策略的混乱 也暴露一些人信心不足 以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则评论同样是来自新周日报 题目是同考与大选 每逢全国大选承认独中同考文凭的议题 必然会再度冒起 而且选前往往是见到曙光 新周日报社论新观点指出 政党与政治人物不该在选前 利用这项课题捞取政治资本 而在选后却没有相应地积极跟进 把华社争取政府承认同考的期许 变成铁一般的事实 同考课题在大选时一再被提起 然后遭悄悄放下迎来曙光之后并未见到明日的太阳 如此周而复始 无疑让华社感到失望 朝野政党在大选来临之前 对承认同考事宜展现积极姿态 是正面的发展 不过更重要的是 在选后亦要秉持同样的态度 落实承认同考文凭